6.98万的人形双足机器人 你觉得它应该长什么样 如果它只有下半身 但活动能力超强 不仅摔倒了能自己再站起来 还兼具了超稳固的抗击打能力 怎么踹都不倒 甚至高台跳落也非常轻盈 这样的机器人你会喜欢吗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大家还记得小编在今年3月分享过的一款 名为PE的机器人吗 当时的PE被送入神秘而危险的森林中 进行了一次零样本 无保护 全开放的野外测试 现场测试的画面一经公布 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没想到 这才过去了仅仅6个月 它的姊妹款就上市了 10月16日 主机动力宣布 它们的首款多形态双足机器人 Tran-E正式上市 并同步登陆国内外市场 标准版早鸟价6.98万起 买一得三 作为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的最佳入门平台 Tran-E也是聚身智能技术研究的不二之选 Tran-E的亮点在于它的三合一模快化设计 通过双足 双点足 及双轮足 三种足端的灵活切换 使它能够适应多种研究和应用需求 其中双足位保持了常见的人形下肢构形 兼具站立和行走能力 让机器人真正拥有了人类的步伐 可以在各种地形上稳步前行 第二种的双点足 以最简单的构形 实现了机器人的简单一空 就仿佛是机器人的轻松模式 在一些不需要过于复杂操作的场景下 它也能够快速应对 最后一种双轮足的优势更是不容小觑 轮式的技术发展成熟 通过轮子驱动就能完成前进 后退和转弯等动作 在全地形场景下 移动能力更高效 如同给机器人装上了风火轮 想象一下 在一个繁忙的工厂车间里 转一凭借着双点足的简单构形 快速地在狭窄的通道中穿梭 进行着物料的搬运和设备的检查工作 它的动作轻盈而敏捷 仿佛是一个熟练的工人 精准地完成着每一项任务 而当遇到一些较为复杂的地形时 它又可以迅速切换到双足模式 稳稳地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 如果需要快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 双轮足模式便会派上用场 它如同一辆小型的电动汽车 快速地在车间里穿梭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 可能只是我们的想象 但如今 崔昂一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除了令人惊叹的足端设计 崔昂一还内置高性能运动控制算法 这就像是给机器人安装了一个智慧大脑 让它能够根据足端拆装后的形态变化 自适应识别后 自动切换运控模式 不需要复杂的调试 它就能轻松地行走跳跃 甚至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这不仅降低了使用门槛 也让更多的科研人员和开发者 能够更加方便地使用这款机器人 为它开发出更多的应用场景 在科研领域 崔昂一的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它支持使用Python全流程开发 用户无需掌握C++等复杂编程语言 这对于那些想要涉足机器人领域 但又不熟悉复杂编程的科研人员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就连在硬件方面 硬仰一也毫不逊色 它设有实用的外设接口 用户能够根据需求 搭载多样化扩展配件 如雷达 机械臂 相机和双光云台等 这就像是给机器人穿上了一件万能装备 让它的功能变得更加强大 这也让它能最大化地满足 包括行业应用在内的不同科研需求 助力创新者轻松实现算法验证 学术研究 新技术应用 教学培训等多重目标 然而就像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机遇和挑战一样 硬仰一的出现也引发了我们的一些思考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 它们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 这无疑会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改变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如何确保机器人的安全和可靠性 如何避免机器人技术的滥用 以及如何让机器人更好的与人类协作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也需要政府 企业 科研机构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参与 9月19日的云西大会上 一场名为人形机器人的图灵时刻的圆桌讨论 汇聚了四位业界顶尖专家 其中就包括逐机动力的创始人张薇 在这次讨论中 各位专家一致认同人形机器人的关键在于泛化 而泛化就意味着机器人不仅需要处理特定的任务 还应该达到与人一样的环境适应能力和任务的泛化性 对此张薇认为人形机器人作为一个新的物种 并非传统机械臂的延伸 它的核心在于双腿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腿能否胜任它的基本功能 特别地形的泛化能力 二是能否支撑双臂完成全身协调通用的操作 这也是腿部设计的重要意义所在 而逐机动力正是这样一家 深耕泛化移动能力的人形机器人企业 逐机动力是由南方科技大学 深圳本地企业和国际知名高校 共同推进的族式机器人 产学研项目所孵化出的一家科技公司 它不仅专注于通用机器人研发和制造 也是最早将空间智能和运动智能 在人形机器人上结合起来的公司之一 不仅如此 逐机动力全方位掌握 族式机器人运动智能的核心技术 利用在地形感知强化学习 多钢体动力学 混杂动力学 模型预测控制等领域的学术和研发经验 建立起了一套领先的感知与控制融合的算法框架 实现了更高稳定性 更强实时性的控制能力 目前逐机动力主要机器人就包括了四轮族机器人W1 双族机器人P1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CLE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CL2 而据小编了解 作为创始人的张薇 也是一点都不简单 他不仅是南方科技大学长聘正教授 深圳市彭城学者特聘教授 还是国家特聘专家 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职业奖的获得者 张薇本科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系 之后赴美国留学 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了统计学的硕士学位 和电器与计算机工程系的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 张薇就加入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担任博士后的研究员 2011年 他开始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电器与计算机工程系任助理教授 并于2017年6月晋升为终身教授 回国后的张薇就立即加入了南方科技大学 担任机械与能源工程系教授 机器人控制与学习实验室的负责人 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控制理论与应用 机器学习理论和算法 机器人 无人系统 智能电网等 随着研究上的进度 张薇逐渐看到 足视机器人在全地形移动能力方面的可能性 虽然当时条件不太成熟 人形机器人领域也并不热门 但他希望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去 尤其是在一个以应用为导向的人形机器人领域中 他认为产业界的实践才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基于这个理由 张薇于2022年1月创立了足迹动力 并于2023年9月发布了第一款机器人 四轮足机器人W1 W1成功地将腿式和轮式结构的优势结合于一身 具备一流的高动态运动和实施地形感知能力 实现10米每秒轮式移动速度 4小时稳定续航 整机16个自由度 自主切换多种运动模态 灵活适配各类场景 计划应用于工业巡检 物流配送 特种作业和科研教育等场景 不仅如此 W1能够覆盖绝大多数非轮式的复杂场景 包括上下楼梯 浮地穿越 草地石板路等难度较高的离散地形 另外W1还兼具足式的高通过性和轮式的高效率 可以高效通过多种复杂地形 并采用先进的传感器和控制系统 进行精确感知和自主导航 2024年5月 足迹动力升级W1增加了双足机器人模式 以双腿直立自由运动 拓展包括360度连续旋转 直立自由滑行 踏步行走等多重运动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足迹动力核心团队的成员都在机器人领域 拥有着十数年的学术研究和产学研的丰富经验 其中研发人员占80%以上 主要成员来自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香港大学 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 另外 足迹动力团队还发表了超过130篇专业领域论文 多次登上IEEE Trail TAC等机器人及控制领域顶摊 可以说足迹动力正在人型机器人领域不断探索前行 以扎实的技术和创新的理念 为行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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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